你知道变形金刚中一共出现了多少个角色吗 荧幕上霸天虎和汽车人生死厮杀 尘土飞扬的打斗场面让观众们久久不能忘怀 这些变形金刚形态各异且科幻感失足 但很多朋友对他们的名字一无所知 小编在反复观看七部曲版编后 终于将他们整理出来 下面我们就按电影的上映顺序为大家一一介绍 首次登场在荧幕上的当属霸天虎先锋大将炫耀 它是前赛博坦游击军特工 能变身为一辆海上种马CH-535装直升机 出到极巅峰的狂派战士 刚登场就以绝对的实力担任负面美军基点 强横地夺取军方机密情报 它还有一只宠物巨蟹怪 两者配合之下可谓陆空无敌 而蝎子怪更是潜伏与暗杀的高手 藏藏将自己身埋在地底对敌人发起呼吸 第三个出场的则是间谍迷乱 它能通过旋转体内类似鼓一样的部件增强破坏 能制造出340分贝的高频声音 这种声音能够使所集范围内所有电子元件的功能发生混乱 然后利用自己身形小行动灵活的特点 潜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还擅长入侵电脑系统 上传和窃取文件 可以说它仅凭一己之力就将威震天从冰封状态下解救出来 第四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狗中狗王路障 它的载具形态是一辆福特野马 一直以警车形象示人 其手臂处斜有惩罚二子 也是唯一一个敢用大灯射微总眼睛的男人 正所谓霸天虎门千千万路障就坑死一大半 在刚到地球时的路障还信心满满 勇敢单挑赛博坦乌乌开 可正是这次惨败让他痛定思考 从此他便牢牢躲在队友身后 队友打堂我滑手 队友阵亡我逃跑 真正从变异一直苟到变武 这份存活能力即使霸天虎老祖叹道也自愧不